什么要去呢?橘子味 这是黄瓜味 这个蛮好吃的 这个蛮好吃的 好辣这个 这只是墨西哥辣椒味 大家好,我是Ivy 欢迎来到Ivy的微醺酒馆 在这里,我带你曾经在 世界各地美酒的怀抱中 花到七分,酒至微醺 让我和你分享 不玩而美的品酒至高竞节 哈喽,大家好,我是Ivy 欢迎来到Ivy的微醺酒馆汁 品味100个酒馆 今天我们带我们的朋友Rika 嗨,大家好 就一起来喝一些不一样的葡萄酒 我们今天喝的是什么呢? 用葡萄做的 你不特别,跟我来吧 观众朋友要吗? 制造的 2,4,5,6,7 7种,完完全全不一样口味的Vocca 我们现在来到了Sonoma 叫Handsome的酒装品Vocca 而且这些Vocca全部都是用葡萄做的 我们平时喝到的Vocca就是土豆,玉米 就其实只要有淀粉的东西可以发酵 就可以做Vocca 但它全部都是用葡萄发酵了之后 然后高温蒸流做的 这些花 这个好像是原味的 我这个咖啡味 泡咖啡豆吧 这些Vocca它说都是organic 就是有机的 所有的葡萄都是有机葡萄 什么要吃?橘子味 这个是黄瓜味 我觉得黄瓜夏天的应该还清爽 对 然后它这个tasting是你可以试三种不同的Vocca 然后它还会给你调一杯调酒 你可以自己选调酒 那我们来试一下吧 刚刚给我们倒了原味 你要选哪个? 我想试一下黄瓜味的 你在谁? 要不要试试墨西哥小辣椒味的 I want to try the new flavor the ginger is pretty good the ginger? OK 现在到了最激动人心的环节 拼酒啊 你有见过这种Vocca拼酒的人 它现在给我们倒的是原味 但它其实没有什么 没有葡萄味 没有葡萄味 嗯 但跟一般Vocca 没有 好像没有一般的Vocca那么厉 是什么? 40度 还是挺厉害的 我不要 好烧啊 但还是挺顺的 比起那种葡萄花来这样 因为它跟什么Grey Goods 味道不一样 对 而且那种一下子就感觉 啊 就 就 一盘火下去的感觉 这个好像还好 我的唇有点麻 这个是什么 就是青瓜 有青瓜 有青瓜 它们这些味道不是后来就是偏家具 它就是真的把青瓜切了 然后放到桶里面 泡个几个水 Ginger Ginger不错 它也是用生姜泡的 我们这个Ginger味 感觉很养生 好像不是好好喝 不好喝 太辣了 有点辣 它就有点黄瓜的 很清香 我下次可以教大家 能不能在家调Cocktail 就是这个 生姜口味的 这个可以调一个莫斯科螺子 还蛮好喝的 辣味的比较好喝 好辣 我觉得有生姜的也蛮辣的 嗯 再喝了最后一遍 这是它的新口味 柠檬碗 就是 辣椒味 辣椒味 香肠 这个蛮好喝的 这个蛮好喝的 哈哈 真的吗 好辣这个 这是墨西哥辣椒味 比Ginger的那个还辣 我这几杯下去 我最 好辣 妈好辣 是啊 这个 这个挺好喝的 这个 那个 金黄味的 对 对 总结一下 我觉得就里面 最好 对 这个辣椒的 真的要看你爱不爱吃辣 可能喜欢吃辣的 对 对 这个青瓜味的也不错 对 青瓜 青瓜和 饼 现在来到瓶酒的第二个环节 刚刚我们喝的是杯子的 就是没有加任何调味的 但是其实 Vodka它还是属于调酒的 所以我觉得单的喝太野 对 有点烈 我又不是战斗民族 我们用墨西哥小辣椒 做 做鸡酒 我们刚刚问这个要加多少 我又不是战斗民族 所以你心意 你加一瓶下啤酒 里面 只要你呢 这个这会是 翟衪 Chi Lime Salt 这会是 Chi Lime Salt Chi Lime Salt 准备 看 很清爽 非常香 Habânero 因此什么就是 从莫木的颗螺 所以什么是 Habânero 也 Ginger Vodka 是非常好 但我们喜欢 Habânero 因为 because it adds a little bit of heat on the back end. Here we go. 現在我們就來試一下用那個辣椒的 也會調得更好喝一點. 剛剛我們兩個就是瘦得到就是... 嗯... 尿急了 沒有屈的那個... 它這個叫做芒果燙哥 燙哥 它是有那種... 墨西哥的那種辣椒 就是酸辣的 就燃燒的 但是那個芒果又有點甜甜的 又不會太膩 這個酒甜度剛剛好 那我有種... 冷漠西哥的感覺 來幾點 這款還是蠻常見的 你在不同的酒吧都可以點到 Mosker Müller 也很好做 我下次就教大家做這兩款 我等會去偷吃 就很適合夏天 今天外面三十多多 大家吃 感覺加了辣椒也嚐不出來這個辣的味道 所以說 這兩個是點成功的 OK 乾杯 什麼意思啊 美酒 既是藝術也是生活 關注ivvy的微醺酒館 帶你品味樂趣人生 下期節目我們再見 我們